這是常常在鐵花春會聽到的一首歌 有沒有人是盧凱族的 沒有 好沒有 有嗎 好啦 那我就 等一下 今天要唱一個 最後一首歌是盧凱的姑娘 大家有聽過嗎 盧凱的姑娘 有 有 有沒有 都沒有聽過嗎 盧凱的姑娘 盧凱的姑娘 她中間有一段母語 等一下的唱完我再跟大家解釋 你會 你會唱嗎 等一下可以一起唱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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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喜歡看著你配的白河花在舞池裡跳舞 路開的姑娘 路開的姑娘 喜歡看著秋千白朗紅你羞澀的模樣 路開的姑娘 路開的姑娘 我就是喜歡你 穿著傳統的服裝 穿著傳統的舞步 路開的姑娘 我就是喜歡你 穿著傳統的服裝 穿著傳統的舞步 還沒有 喜欢看着你佩戴每个花在舞池里跳舞 路开的姑娘 路开的姑娘 喜欢看着秋千白蓝后你羞涩的模样 路开的姑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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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是喜欢你 穿着传统的服装 跳着传统的舞步 路开的姑娘 我就是喜欢你 穿着传统的服装 跳着传统的舞步 坐在秋千的上方 有个路开的姑娘 穿着传统的服装 我就是喜欢你 爱来那么可能 离开渡了我 我就是喜欢你 爱来那么可能 离开渡了我 我就是喜欢你 我们在这里 离开渡了我 爱来那么可能 离开渡了我 爱来那么多久 我就是喜欢你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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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路開的姑娘 我就是習慣你 穿著傳統的服裝 跳著傳統的舞步 路開的姑娘 我就是習慣你 穿著傳統的服裝 跳著傳統的舞步 喜歡看著你配的白荷花在舞池裡跳 路開的姑娘 路開的姑娘 喜歡看著秋千白朗後你羞澀那模樣 路開的姑娘 路開的姑娘 嗯 路開 謝謝 那個母語 是 路開族的歌謠叫 小鬼虎之戀 如果大家覺得他 我覺得他很好聽 因為他後面 你們可以上youtube去搜尋小鬼虎之戀 他是一個那個路開部落傳承下來一個人蛇 有關人蛇相戀的傳說 然後剛剛那個母語 就是那一個母語就是 就是在說說我要 就是要嫁 我要嫁 我要嫁人了 就是在告訴親愛的爸爸媽媽 然後主理的人說 我要嫁到鬼虎去了 然後就是當他的頭是慢慢 就是慢慢消失在湖裡面的時候 就表示他已經進去到那個湖裡了 對 然後但是他的模樣跟歌聲 會永遠流傳在部落裡面這樣子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棒的故事 因為我之前 我也是以外是原住民啦 但是就是覺得這個故事還蠻淒美的 我去聽完他那首歌的時候會很想哭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哭腔 是媽媽唱還是 沒有他後面 後面還有另外一段是 他的那個主人 還有他父母去唱的那一段 就是送他走 送他走那一段很感人 真的 我覺得你們可以上YouTube 去搜尋一下小伯父之類 好 唱完了 我是吉祺 他叫易璇 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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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